怎么啦 娘娘 这把琴 要不还是交给我保管吧 不用了 你放这儿吧 娘娘 这把琴 毕竟是薛阳公子的真爱之物 你就这样待在身边 不怕 不怕殿下心里介意吗 他介意什么 这只是我的小见识啊 我觉得 是个男人都不能容忍 自己的女人 保管别的男人的东西 娘娘 是石亮说错什么了吗 请娘娘恕罪 石亮 我的事我自有分寸 你不必多言 请放这儿吧 你们谁都不许懂 是 这琴怎么在这儿 殿下 您千万别生娘娘的气 她是出于朋友之仪 才保管这把琴的 您可别不高兴 喂把琴 我至于吗 下去 是 你都把这帮丫头 给灌成什么样了 怎么了 一点主仆之分都没有 竟然都说到这儿了 那你就解释一下 血争啊 这是轩原离歌的血争 百里伟生从西陵 偷过来 让我替他保管一下 仅此而已 仅此而已 你说了 本王就信 我饿了 我要吃好吃的 我要吃涨锅 好吧 那咱们就去吃 走 血争呢 血争呢 石榴 石榴 娘娘 怎么了 看到石榴了吗 刚才看到她出去了 她手里有没有拿东西 手里拿着一把琴 背马 你若不珍惜殿下 就不配得到她的爱 今日若便将她深埋于此 先断了你的念想再说 你为什么要毁了她 说话 这不是你的琴 你不该碰她 娘娘 我就这一切都是为您好 您不能又待在殿下身边 心里又想着别的男人 您不能对不起殿下 你说什么呢 我今日必要毁了这琴 让你不再独物私人 让殿下不再伤心 娘娘 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您 为了殿下 把金保护好 去通知殿下 你们是谁 韩子晴 识趣的话 就乖乖束手就擒 省着让我们兄弟俩 亲自动手 交双 交叉啊 她是我的 木无尚 谁手怪她是谁的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那我就实话告诉你 我们这次 就是要把你抓回南赵陵上去的 原来你们是南赵王的人 既然知道了 还不束手就擒 谁手不错呀 不自料理 就是啊 杀了她 现在 我们不是要把她活着带回南赵吗 不行 现在就杀了她 她太厉害 根本没办法活着带回南赵 是上何人 为何多么闲事 前辈 你是何人 为何要救我 他们已多欺少 着实该死 多谢前辈 请儿 发生什么事了 刚才有两个人袭击我 是这位前辈救了我 多谢前辈 请问前辈尊姓大名 不敢当 我只是个浪迹江湖的游侠而已 刚才多谢前辈 出手相助 二位不必客气 举手之劳而已 咱们以后有缘再见 告辞 待会一会儿 请不吝点赞 Pearce 咱们以后